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来欢迎来到明如阵线 大陆这边对台呢持续性的升温 那么老编说了上一集四月份台湾的空军要在海峡中线这边打把制造出一条军事分界线 和这个所谓的国界线 那么大家看往后到520之前这段时间绝对是会很热闹的 那么现在呢我看这个法广啊 这个法广大家要知道 说是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但主笔人全是台湾当局啊 然后在那里大张旗鼓性高采烈的报道 两岸联合搜救当中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条新闻啊 看完以后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台湾和中国大陆展开联合搜寻 寻找两名船员 据台湾海岸警卫队称 台湾和中国大陆正在进行联合搜寻任务 寻找四周四在台湾东定岛屿附近 轻护造成两人死亡的一艘中国渔船的两名船员 据报道当局时间2月24日 当局时间3月14日上午六时 其实是啊 这个上午六点这个点是不对的 因为这都是台湾的通稿 其实是凌晨2点58分 格林然后他这里还装逼说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周三晚上10点 一艘载有六人的渔船 在台湾西南部金门东地岛附近倾付 台湾海岸警卫队部署了四艘巡逻船 啊 你看看看还要装逼 你你这个台湾这边 在台海这边的时间 就台海这边的时间 还要弄一个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我去你妈的你这个是有多奴态啊 就是说这个就相当于说什么中国 全中国都说北京时间 你这边要来个什么英国时间是吧 英国的时间就是全世界的这个标准 从此之外都不是标准 所以这种奴态的这种程度 达到了一种什么的一种地步 北京方面出动了六艘救援船 寻找两名失踪的渔民 台湾海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双方救援部队和东定驻军的共同努力下 有两名这个船员获救 但有两人丧生 台湾海警卫队队员负责人 周美武周四向立法会表示 这种传闻于台湾禁止或限制水域内的0.3公里内 而是0.3海里内 他补充说 过去三年里有时及起这样的案件发生 中国人请求我们的支持 我们救了119人 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伦在立法会发表讲话 赞扬此次救援行动 陈建伦称 这些例子表明 中国和台湾可以共同展开 人道主义援助 台湾的这个行政院院长不就是总理吗 对吧 然后你看到吗 兴高采烈的 中国跟台湾可以采取这样的联合的 人道主义的这样的援助 就代表了就是说 这个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一个和美协定吗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个现实版的一个和美协定 所以说这个真正是历史的轮回啊 我操 所以说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 维基百科 或者说搜一搜百度百科 你可以去搜一下 和美协定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这个历史太他妈像了 台湾是现在内部 他的两派 不就是当年国民党的两派吗 国民党的何应青 现在不就是这个国民党 这个叫乌龟 然后那个民进党叫王八 王八会咬人的 乌龟不会咬人的 对吧 乌龟总想着要长寿 所以很缓慢的移动 也比较一搜一搜的 那王八呢 他是会咬人的 你去咬人的时候 摁在那个王八壳上的时候 不小心他可能会被咬到 咬到你的食指 会蛮痛的 咬的时候可能还不肯放 这不就是解释了 他们在金门这些地方 闹事情的一个根本原因吗 所以他 所以生物学家 莱尔已经对他们 做出生物鉴定了 一个是乌龟 一个是王八 然后呢 国台办的是什么 国台办呢 就是叫做这个 无间道的另一面 是不是 很兴高采烈的 身材意义的 就在通告当中 先说两岸联合搜救 两岸联合搜救 其实台湾根本就没派 任何船过来 他派了船 只是在附近观望 在那看着 他没有进行搜救的动作 即使有搜救 后面也许是有搜救 也许没搜救 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不在现场 因为我也没看到台湾发布的这个画面 但是 老兵说了 这个就像当年日本人从热河一路搜日本人 一名士兵失踪了 他这个把戏玩了是好多次了 玩到最后晚平成最后一次 然后就开干了 那我说过我们这边的隐姓也找到了 我们也要不停的去搜索 我们一名人失踪了 我们要搜寻一下金门 搜寻一下东顶 马祖 甚至到台湾本岛去搜寻 对不对 这个就是隐姓 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两天 这两天这个管碧林 说要驱离的一个东西 所以驱离一艘船 叫是福建 厦门这边的挖泥船 那么这个挖泥船又是什么意思 这又是一个 这个爆点 大家看 你让一看好 刘武殿航道 历史 有这个郭正亮警告 下月有事 他们能挡吗 夏京水域对立气氛升高 针对大陆清淤船 是否可以经过金门金天制水域清淤 政府有关部门不同调 前立委郭正亮认为 刘武殿航道清淤之后 保证一定启用 可以预判 这件事情下个月就有可能发生 到时外国的大型贵轮 若进来厦门卸货 我们可以打吗 郭正亮辞职在国民大会节目中表示 厦门本来在历史上出来的航道 就是刘武殿航道 因为所谓当时的互相尊重 就没有使用 结果久了就积淤 现在要清淤了 清淤之后保证一定启用 到时我们海巡船要怎么赶 搞不好会面对人家的海警船 郭正亮接着指出 我们女更担心的是 搞不好大陆军舰也照样通过 小金门和大胆也斗国军怎么办 他不仅说 我们政府到底都有没有说明 应应之道 还在那边随便说说 怎会有这种政府 郭正亮认为 我们预判这件事情 下个月就有可能发生 大的货贵轮 而且很多都是外国的船 因为要到厦门卸货 罗大陆可能会说 这个航道已经开放了 所以大家可以进出 我们可以挡吗 落去挡 对象可能会用海警船 把你排除 过来那看 我们海警署 我们海巡署 跟海委会主任 都在立法院随便回答 这是完全没有准备 甚至完全没有进入状况的 这就是一个事实 刘武殿航 大家知道 福建这个地方 它的货物的吞吐 主要是在泉州港进行的 或者是在漳州 这个地方进行的 然后在福州的外侧 在这里进行 这种集装箱货物的吞吐 那么厦门 大家要知道 厦门的出海口 这个航道 门口就是这个金门 被过去 由于金门划下 所谓的境限制水域 中国大陆 由于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晦的政策 或者说在之前 发生过金门炮战 一系列军事对抗当中 所以说 厦门作为福建的第二大城市 因为福州是第一大城市 因为福州的GDP 它是过万亿的 厦门好像还没过 我不知道过 过还没有过 我可能一个数据 没看到 先不去管这个 反正它厦门 在福建 厦门的名气是最大的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大家 以前多少代的旅游 什么毕业旅行 都要去厦门 去鼓浪雨 虽然鼓浪雨 那个海水的麻痹很脏 脏的麻痹 我都无语了 然后还有 那种乱七八糟的 那种旅游乱象 这个我们不去说了 很多人不是要到 鼓浪雨去看一下 这个台湾金门吗 就很多人 就是以前 尤其是这些 6070和早期80后 他们的这个 毕业旅行 很多都是去厦门的 到厦门去 兜一圈 到上海上 鼓浪雨 逛一逛 它一直以来是个 旅游乐点城市 也就是福建 最著名的一个地方 但是 这么著名的一个 滨海城市 它居然没有 它居然没有进行 大型集装箱的吞吐 那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台湾 划下了这个 尽限制水域 然后呢 大船就不过来跑 那么 也就是导致了 出海口这边 都是淤泥 积压的 现在大陆 就开始什么 开始这个 清淤泥了 全部 你清淤泥也好 干嘛也好 必定是要在台湾 所谓 金门金鲜池水域里面 活动的 那么 将来这个 大型集装箱 下个月开始 大型集装箱 进入到厦门这边 来吞吐的话 必然又是要经过 这个 这个金门水域的 那么 我想请问 台湾当局怎么对付 台湾当局怎么对抗呢 它不可能对抗 管碧林说 他们进来了 我们就要清清 我们就要把它给驱离 现在我们发现 他们还没有进来 怎么可能没有进来 因为 台湾把在金门这里 画下的金鲜池水域 把整个厦门的 这个出海口 全都给堵住了 偶尔过一两条渔船 都要被台湾 马上给整顿 非常的霸道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 你们家有一个院子 有一个院子 起了一个门 他把车 堵在你家门口 然后你 他就在这 把你家门口给围起来 你那个大门 你还走不了 你就得从边上 这么窄的一个缝 你侧着身子 侧着屁股 挤出去 你自己的家门口 你每天走路 不能走 正门 走正道 你要从门的这个侧 侧边 挤一条屁股缝 你要是胖一点 或者鸡巴大一点 那鸡巴露出来了 顶出来了 那台湾就说 你过了 精心之水域了 要把你抓起来 这个比喻是很粗暴 很流氓 但是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 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 那这样的东西 在你的门口 你是不是应该 把它作为一个障碍 给它清除掉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就要开始 清淤泥 然后大型船船过来 然后你所谓的进门 就他妈的个逼什么 也不是 不三不四 马上就中国武警提出来 我们有一名 这个渔民失踪了 我们要上岛去检查 这一次在东宁岛 有过这么一次 接下来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就像日本人在 热河要搞一次 在继承要搞一次 再到这个 再到这个后面 进入到什么密云 他也要搞一次 对吧 这些什么 然后在这个卢沟桥 在这个地方 宛平城 马上马上就搞 然后你不同意 不同意妈 就改你 不同意妈 就改你 好吧 所以说现在 现在的局势 是我们占优势 俄罗斯在整个欧洲战场 已经把整个欧洲 给弄得 非常的狼狈了 等会我们会说到 好吧 那刘武电 航道 要马上要启用了 台湾要到海峡中心 来打板了 然后还要说什么 两岸在搜寻当中了 搞他妈的和美协定 卧槽 百年烂党 这他妈百年烂党 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政权 妈的个逼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赶紧把他送到美国去 妈的个逼的 到美国去 他妈建国去 建他妈中华民国 不是他妈国民党 很多人都他妈跑到美国去了 开着他妈的豪车 住着他妈大别墅 带游泳池的 开着他妈杂交派对 吸着他妈毒品 对吧 让他们去 使劲去玩 去他妈童婚 童皮尔 童皮眼子去 麻痹 谢谢各位支持